侯怡君超狂全裸上阵身穿透明衣。 姐美翘臀伸V开刹到肚脐尺度破表不敢给男友看。 四十会侯怡君是知名的演员,身材仍宝想相当好的他,近日更是放大绝,为了除期特别节目民视第一发发发,今好运娱乐成苦练街舞与国标,更用一系列舞蹈惊人的实力,从动感十足的街舞在与国家代表队的窦诚俊老师合作,完成难度之高的表演。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 根据ETTV星光云报道,为了舞蹈侯怡君挑战最大尺度,穿住透明黑薄纱几乎全裸上阵,胸前更是深微开刹到肚脐,重点部位只用宝石遮住。 突破以往他的穿衣尺度,衣服的制作他更亲自参与,辛苦的说不夸张,大概有二十只手同时在年钻石,我自己都跪在地上贴钻。 图片来源,ETTV星光云。 他觉得舞蹈动作不是最大挑战,难得是服装与动作上的搭配,生怕自己会走光,不过他仍苦练国雕舞与街舞,超厉害的耍杀球掉半空中倒挂,一次马来耍杀球。 侯仪君更说杀球看似简单,但傻起来真的让他吃足苦头,掉了半空中时侯仪君也不害怕,反倒是身旁工作人员惊心但颤身怕他会受伤。 图片来源,ETTV星光云。 除了短时间要将舞练起来外,许多舞蹈动作更是让他擦出一身皮肉伤,想试耍杀球时要用食指勾住硬转杀球,密集时间练下来让侯仪君的手磨出血来。 但他不怕苦只贴上了OK蹦继续练,练到OK蹦都脱落了,只能用血跟肉硬膜,但侯仪君却感觉不到痛,全神贯注的在舞蹈上,集中力让人大感佩服。 图片来源,ETTV星光云。 虽然表演难度在众人眼中已经相当的高,但侯仪君仍不满意地说演出只觉得高度不够,感觉悬挂空中要更高一点,其实又脚踝已经肿起来,但一心就是要完成舞蹈,只怕没完成动作,真的没感觉,更没有怕这件事情。 而且因为服装太过曝露,让侯仪君不敢给男友看,还笑说播出时会请男友去吃年夜饭,免得看了生气念他,网友看了也直呼太辣了,的确要喷出来了。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